謝謝主播台南市區議會理事長林仕傑 在遭到槍擊不治身亡之後 家屬決定低調不舉辦公祭告別式 那麼在今天台南市避易館 這裡是家屬開放各界前來調印的第一天 那麼其中前來之一的人是包括了 即將借零退休的台南市警察局長廖宗生 來聽他的罪行說法 因為退休前可以破啊 我當然是希望退休前破啊 但是我們盡量去辦 可是會不會擔心這個人已經偷渡出去了 當然有很多很多情況都有可能 但我們是全力去偵辦 廖宗山表示在自己退休之前 發生了這整起槍擊案 當然會希望趕快的來追查進度 抓到這一名開槍的槍手 那麼廖宗山在這個月的16號就即將借零退休 目前警方權力氣凶當中 以上是我們現在要掌握最近情形 將盡頭照片給彭妮主播